哈囉各位好,掃描牛戴斯 台版即將要開放這個貓咪系統 那這貓咪系統究竟是什麼樣玩 我們來仔細教你 首先每天你可以免費買一隻 那後面你要買的話要花1500 那一天最多含免費的話 也是可以買到15隻 每天重置 對每天可以買15隻這樣 那你買到貓箱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訓練它 最多10隻啦 一口氣丟10隻貓下去練 練下去的時候 它每次同時會幫你練4隻貓 之後會再慢慢地補上去 那練好的貓呢 只要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獲得你這隻貓 等於開獎 看它帶什麼樣的一個天賦 那一隻貓呢 就會佔用你這個貓箱一格 所以基礎是40格 你要多的話 就要去找名詞買啦 通常會加減過啦 如果你要選好貓的話 因為貓很多 而且貓選擇起來也是非常吃空間的 OK 再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一隻貓的基礎 從這邊的技能天賦來看 那強化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邊的所有的天賦 一欄全部幫你加在這邊了 那這邊基礎能力的效果呢 是加在各個建船的白值上面 就是你只要放上這隻貓 所有建船都會增加這個白值的趴數 一隻貓是加這麼多趴 那同時你可以放兩隻貓 一般來說啦 你的貓等級越高 它這個基礎能力加的越多 兩隻貓起碼都會加到3趴到4趴以上 其實還蠻多的 剩下就是看它這個一般主要的技能 那這邊主要的技能呢 其實有點飢餓 有時候你會看到 什麼雷裝上升效果小 什麼命中上升效果重 就算是效果大 其實它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大概才加了個位數 甚至到10多而已 其實幅度不是這麼大 還不如選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天賦 一次的傢伙一加16 可能還來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通常來說我們不太會去看這個 它天生帶的技能 不過有些技能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後面再說 優先選這個天賦 其實會比較有優勢 那一隻貓要如何到強化呢 一隻貓其實強化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就是吃這個一般的貓 這些一般的貓 你不要用的貓 其實吃上去 它這邊就會增加它的經驗值 再來另外一個是突破 突破的話可以提升它這個技能 因為一般只有LV1 你要突破上去之後呢 才會開啟它其他的技能 那其他技能呢 你只能吃同一種屬性的貓 比如說這個金貓 你就必須要吃一樣的金貓 吃一隻它就會再提升一個等級 那如果你要提升到三級的話 必須要吃四種一樣的貓 跟我們一般突破一樣 總而言之一隻貓就是五隻 就是滿圖 包我的意思 所以你技能要點滿的話 基本上你就要找到五隻一模一樣的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所謂初級 這才是我們最穩定能夠獲得經驗的一個方式 好這邊我們來提供一下貓咪的經驗是怎麼計算的 一場貓咪的經驗呢 其實就是你所有提供貓咪的一個經驗總和去乘以 道中或是BOSS的補陣 加上地圖的補陣 那一艘船能夠提供貓的經驗是看它的劍種 看它的稀有度 還有看它的心數 也就是突破數 一圖二圖或是滿圖 當然我們在這邊看到說 戰艦擁有最高的一個補陣 其次是戰巡航母 等於說後排主力其實提供滿多的一個經驗 再來稀有度 金皮提供最多的一個稀有度 再來是原生彩 原生彩現在就是科研那些 什麼驗戰改3D5改那個不是 它是原生金改彩 所以基本上原生彩就是科研的彩皮 再來道中乘以0.3 BOSS乘以0.5 那地圖補陣的部分呢 你越高難度的關卡 它補陣的越多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一口氣拿到大量的經驗 就是你帶很多的主力 帶很多的金皮 打刀鐘打POSE 打12 13張這種高難度的低圖 越多船越多金皮 打12 13張拿到的經驗 會是最多的 這是在水面上的部隊 同時你在水面下召喚剪輪的話 水面下的部隊也可以再練2隻貓 所以水面上2隻貓 水面下2隻貓 你同時就可以練到4隻貓 所以真的有效率的話 就是拿一堆船去打12 13張 並且召喚前腿挺 這樣是最有效的練貓方式 所以這個沒有什麼好偷吃步的啦 沒有什麼省油的方法 就是拿油去換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是個長期抗戰 不是說一天兩天 這可能一次就要半年一年 才可以把貓練得起來的 OK再來我來教你如何去分辨這個貓 是什麼樣的一個屬性 好這邊會有指揮貓跟參謀貓 這兩個位置其實對他們的技能 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有些的貓要在指揮位才能發揮他的技能 有些貓要放在參謀位才能發揮他的技能 讓你點進去看 像是指揮貓 有的技能必須要放在指揮貓的時候 他才會有這個技能去作用 那剩下的就是必須要放在參謀位 有些地方是放在參謀位 他才可以觸發這個技能 好那這邊很簡單 就是看他要放哪裡你就放哪裡 剩下的就是技能的屬性 首先這個貓咪 他就是一般都是航母空母的一個技能 所以這種貓就是空母取向的一種貓咪 像這種貓一般來說都是放驅逐 他都是放驅逐相關的技能 所以他就是屬於驅逐取向的貓 當然也有像是戰艦取向的貓 這邊都是增加對戰艦啊戰巡啊 一些戰艦屬性上面提升的一種貓 所以他就是戰艦取向的貓 當然也有像是潛水艇系列的 放在參謀位提升潛水艇的雷裝啊 或是命中啊 這些都是直接增加這個潛水艇的取向 所以怎麼樣判別貓 你就去看他的技能 哪一種面向比較多 他就是屬於某方面屬性的特化貓 好我們知道每一種貓 他有每一種貓的一個特化取向 那水艇上的組合有非常非常多 你可以驅逐加航母 驅逐加戰艦 巡洋加航母 巡洋加戰艦 或是巡洋加驅逐 所以很多排列組合 看你喜歡用什麼樣的屬性的貓 那潛水艇基本上就只有兩種貓可以選 就是可以增加支援範圍的 大概就是一個金貓跟另外一個鐵血貓 他們都擁有這個可以增加支援範圍的 所以一般潛水艇的貓 基本上就選這兩隻去養 其他的貓帶潛水艇的好像也沒有多少 基本上就是這兩隻會比較好用 剩下的就是選他的一個天賦 好首先第一個你一定要留的就是這個侵略爐火 因為爐火呢他只花一點 他可以提高所有船員的傷害3% 這個提高傷害3%是增加所有的取向 不管你是在砲擊也好 在雷擊也好 在航空也好 他大概都可以增加這種屬性值 所以只花你一點 卻可以增加所有傷害屬性 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來第二候選就是不動如山 就可以受到減傷3% 再來機殿命運也是一樣 提高整個艦隊的砲擊雷擊航空10點 當然幸運降低3點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不痛不癢 徐毒靈的概念也是一樣 提高狂框反潛還有命中迴避 其實這些只要花一點天賦點 就可以提高你很多的屬性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技能 好再來第三候選呢 也是這些比較特殊的天賦 必發入魂呢 就增加所有戰艦的火力啊暴擊率啊 那王牌機師就是增加航空跟裝填 水雷魂尤其重要可以增加雷擊還有爆擊率 劍敵必殺增加巡洋的火力還有裝填 狼群之手可以增加這個潛艇的雷擊還有裝填 尤其是裝填 潛艇非常缺裝填 所以這個狼群之手基本上就是潛艇的大獎 OK再來還有這種其實算是陣營方面的這個天賦 其實它不算泛用 因為它必須要綁陣營 只有白鷹的船會增加這些屬性 只有重鷹的船會增加這些屬性 所以它綁陣營不是很泛用 除非你是絕對的陣營控 比如說我就是要全部重鷹傳出去的人 我就是要全部鐵血傳出去的人 你才可以選這種技能 甚至把這個技能強化上去 不然基本上綁陣營的技能不算放用 就姑且就放置 你可以不用去練它 也不用去追求它 好再來你絕對不要選的就是 各傳種的耐久增加 這個耐久增加非常非常的極熱 非常非常的雷 因為它增加的幅度不大 所以根本就不要選它 再來採技有這個吉如鋒 增加全艦隊的航數 目前看來這個增加航數 在整個戰鬥的過程中 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採技寧可不留 再來是小小的奇蹟 全艦加幸運武 這個加幸運武其實 其實基本上影響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所以這個採技其實你也可以忽略 不要留它 還有這種前衛啊 主力增加對潛 目前對潛的壓力沒有很大 所以這個天賦基本上也不是很好用 還有這種小型劍大型劍這些增加迴避的 它的迴避量也不是很多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不要留這種增加迴避的 好接著是各個傳種的這個天賦建議 首先侵略如火很重要 再來水雷魂這個驅逐基本上就是靠雷擊還有爆擊率的 那剩下的你可以選其他增加雷擊啊炮擊啊對空或裝填屬性的這一方面的天賦 那祭奠命運對於驅逐來說也是非常的好 因為可以增加炮擊雷擊 這些都是非常好用的 再來巡洋的建議一樣都是侵略如火 建敵必殺就是針對這個巡洋的天賦 剩下你可以選增加雷擊炮擊對空裝填屬性 那徐都靈其實對這個巡洋是比較好的 可以增加防空反潛還有命中還有迴避 因為你的巡洋不只輕巡還有重巡 重巡其實也是需要命中跟機動的 好那航母我建議呢一樣輕略如火王牌機師增加航空裝填 剩下的你可以選這個增加裝填還有航空屬性的 尤其是增加裝填 航母其實也是蠻缺裝填 裝填越多要起飛越快 那相對他DPS也會比較多 剩下另外一個採禁的也可以選用這個紀念的命運 因為這邊可以增加航空值 那戰劍的部分一樣輕略如火一發入魂 全部都是打輸出用的 剩下你也可以選裝填炮擊還有命中屬性 裝填很重要 命中尤其更重要 那這個徐都靈呢 其實也有增加這個整體艦隊命中的一個效果 所以也是蠻不錯推薦給戰劍做使用的 好最後是潛艇的建議 一樣侵略如火狼群之手 因為這邊會增加蠻多的裝填 剩下的天賦你可以優先選裝填 再來選雷擊 潛艇隊也是一樣非常缺裝填 所以裝填越高 他可以射出魚雷的速度也會越快 那整體的DPS也會增加很多 在紀念命運也會增加雷擊 所以這個也是不錯的 好那一輪看下來 是不是這個侵略如火就是神一般的技能 的確 侵略如火是神一般的技能 那如果我四種貓 水上兩隻 水下兩隻 我全部都加侵略如火 那是不是超強的 我會跟你講 他會有天賦疊加的限制 尤其是侵略如火這個技能 當你水上用有兩隻 水下用有兩隻 而且召喚的情況下 他最多就是只有6%的增傷 所以他只會生出兩隻這個效果 一樣 你水上兩隻的話 一定會觸發這個6% 那你水上一隻 水下無召喚的話 他只會觸發3% 因為你沒有召喚 基本上 他這個貓咪的效果 是不會出來的 當你水上有一隻 水下有一隻 那有召喚的情況下 他們加起來就會是6% 那你四隻當然就是 最多就是只有6%的效果 所以你不用說 一定要選到4隻都是火的 水上兩隻 水下兩隻 都不用 你只要確保說 最好是水面上兩隻 都有火 會是比較好 因為水下不見的 你常常都會召喚的 最優秀就是水上兩隻 哪怕是你是潛水艇的貓咪 你也可以把它擺在 一般水面上部隊做使用 這不會奇怪 因為這個侵略如火 他增加的這個屬性 真的太強 比起一般貓咪所帶的 這個天生的技能 還要加很多 所以有火的貓 基本上就是好貓 不管金貓白貓 有帶火的貓 就是好貓 好了 那最後我來教你如何 重置這個貓咪的天賦 這邊會有一個 重置貓咪天賦的按鈕 那你要花費一定的錢 來返還你已經點的這個點數 當然你回復的點數越多 那你需要花費的資金也會越多 那回復的過程呢 你會保留你這個貓咪的初始天賦 什麼是初始天賦 就是你貓咪剛生出來 他身上就已經帶的這個天賦 所以相信應該有人想到了 如果你這隻貓一開始出生就帶火的話 你不管怎麼洗這個火 就一定會留在你身上 那如果你出生沒有火的話 你想要洗出 學習到新的技能有帶火的話 這就是洗天賦的一個方式 那我按下確定之後呢 他會要我確定說 是不是一定要洗 那我按下確認之後呢 我就花了錢 然後回復了我這些 這個AP點數 當然這個24小時只能洗一次 所以一天只能洗一次 如果你錢很多的話 每天都可以洗 再來呢我們就可以重新學 這個我們想要的一個技能 比如說我想我要學這個 有家裝填的技能 好 接下來 剩下的 還是沒有學到這個 沒有隨機出生到的彩色技能 所以我也只能學這個 普通的雷裝技能 最後一點 哇 還是沒有 骰到這個彩技能 所以基本上這次洗技能就算失敗 不過這一點 就算沒有洗到的話 我們也可以不要點下去 因為等於說我們只點兩點 那兩點的情況下 是我們只要花五千六 就可以回復了 當我們點下去第三點的話 三點就需要花費七千八 一點三千 兩點五千六 三點七千八 四點九千六 所以越來越貴 如果我們第三點 或是第四點 沒有骰到我們要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要點 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個會學習到的 這個天賦 來決定說我們需不需要點下去 點下去的話 將來你要回復的話 會要花更多的錢 所以天賦就是這樣洗的 然後24小時只能洗一次 如果沒有出火的話 就重新再來吧 好啦 以上是這個指揮貓的一個相關介紹 那希望能夠幫助你多多了解 如何選貓咪天賦還有洗貓咪天賦 最好就是直接照貓不要去洗貓 好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